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加的妻子叫纳吉 摩克波罗多记载 纳加和纳吉是一个半人半蛇的生物 正如中国人常说 我们是龙的传人 在古印度也有不少部落和朝代 曾声称自己是纳加和纳吉的传人 这是苏美尔神话中的两个神 他们叫智慧之神恩基和生育女神宁玛 他们是人手蛇身的兄妹 苏美尔尼版文献记载了宁玛造人的故事 在苏美尔神话中称为生育女神 是她主导了造人的工程 在诸神安排的一次宴会上 恩基与宁玛喝醉了酒 宁玛取来深渊上的泥土 造出六种不同形态的人 恩基给他们设定了命运 并赐给面包让他们吃 这是希腊神话中的伊西斯和他的丈夫塞拉匹斯 伊西斯是古埃及神话中九助神之一 掌管生命、魔法、婚姻和生命女神 他的丈夫本来是奥西里斯 但是到了古罗马 伊西斯变成了人手蛇身 他的丈夫也变成了塞拉匹斯 塞拉匹斯是由希腊人 综合奥西里斯与阿匹斯所设计出来的 他也是人手蛇身形象 掌管来生与肥沃生产力之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荧物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